这一讲我们看一下在Spring Boot当中如何实现文件上传 首先我们看一下需要依赖哪些价包 Web包我们是需要依赖的 另外呢在依赖它的时候呢 和文件上传的价包就自动依赖了 所以说呢我们把外国包依赖上之后啊 文件上传的包就不用再管了 关于页面的处理 咱们使用SemiLeaf这个模板 所以说再把这个依赖加上 一共是两个依赖 放到工程当中 我这呢事先创建好了一个工程 然后呢这个启动类啊 启动类呢咱们也已经写好了 只是导入一下 稍微有点卡 放入一下 OK 这是价包的处理 那如果咱们想控制这个上传文件的大小 我们可以在全局配置文件当中加上这两个配置 注意是控制上传文件的大小 我们创建那个全局配置文件 application.properties 加进来 这里呢是这个是设置的单格的上传文件的大小 最大是500兆 这个是设置上传的 上传的所有文件的总大小 这个是这个配置啊 这是对应的两个属性 好的 那接下来呢 咱们要做一个实现上传的页面啊 因为咱们用的是simileaf这个模板 所以说呢 我在resource下啊 创建了一个template文件夹 然后这个创建了一个html页面 这个呢上传的页面啊 事先写好了 因为比较简单啊 这个页面就是里面写了一个表单啊 提交方式是post 注意这个enctype啊 因为咱们是上传嘛 所以说enctype不能使用默认的 我们要使用multipart啊 这个斜杠form-data 这个mime类型 嗯 它提交到的controller的访问路径 是斜杠upload 这里边呢 只有一个简单的这个file啊 有一个简单的file类型 还有一个上传 好的 这个页面呢 咱们就是使用它上传的页面 那接下来呢 咱们就需要去写这个什么 写这个controller是吧 接下来我们创建一下controller 咱们就叫这个什么呢 Apple low的controller 下一下注解 写一个上传的功能 咱们叫upload upload的file吧 来 先把请求路径 request mapping 这个里边呢 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上传的时候是post的方式 所以说我们在这儿 要指定请求方式 所以说指定 首先指定请求路径是upload的 然后请求的方式呢 messor的 这个是request messor的 点什么 post 咱们最后返回上传成功 或上传失败 这个词不串 所以说我们再加上 response body 接下来咱们实现一下 这个上传的功能 那么上传嘛 所以说我们得得到 用户这个选择的 要上传的文件 它这个name呢 叫file是吧 所以说我们在这儿 进一个什么 multipart file file 注意这个名字 要和谁 要和你表单上的 这个内部要相同 这样就能够得到用户 进行上传的文件 导入一下 先写一个 返回啊 那这样呢 咱们就实现一下上传 开始 快开始 异常 reconception 如果说发生异常了 是吧 说明肯定什么 肯定上传失败了 我在这返回一个 上传失败 好的 那在这里吧 咱们就实现一下 上传 首先 首先要干什么 首先要创建 这个图片 这个在什么 在服务器端 不一定是图片 是吧 也可能是文件 创建文件 在服务器端 的什么 存放位置 存放路径 也就是说 我们上传的这个图片 放在服务器端的什么 什么位置下 对不对 那这个呢 比如说啊 我们放在这个webapp下 我在这 自己创建一下webapp这个文件夹 webapp 我希望用户上传的文件 放在webapp下的什么 upload的这个文件夹下 那我们需要创建一下 这个upload的这个文件夹 对吧 这个怎么创建呢 我们得到webapp这个路径 是不是 然后在它下面 再去创建upload的文件夹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这个 http solite request 这个对象 request 这个咱们以前都用过是吧 request .get solite context .get reopass 得到这个路径啊 得到它的路径 然后 然后 这个 得到谁 upload oad ok 那这个得到的是什么 得到的是一个绝对路径 是吧 这个叫 叫什么呢 叫DN2吧 那么这个路径 它是现在是不存在的 对不对 我们需要创建一下 所以说我们要判断一下 这个 怎么着 要把它封装成一个 file类型的 是吧 咱们叫file dir dir file dir 看上一下 如果 file dir dir 什么 一个 sist 如果它不存在 再创建 存在就不需要创建了 啊 file dir dir 什么 fk 创建一下 ok 这是存放 路径 问题咱们解决了 接下来 生成什么 生成文件 在服务器端 存放的名称 存放的名字 是吧 那这个呢 我们是尽量要保证它别出名 是不是 所以说 嗯 咱们得到这个文件 这个什么 这个后缀 我们首先要得到这个用户上传的文件的后缀 也就是它的扩展名 然后再给它生成一个 这个 这个不重复的名字 怎么得到文件的后缀呢 比如说叫file surface 啊 后缀 那 我们这个是代表的是用户上传的文件 是吧 然后我们得到 get original file name 就是 这个上传文件的 这个原始的名字 然后呢 原始的名字 我们再去截取就行了 从哪截呢 我们截的是扩展名 所以说从那个点 最后那个点开始截就行了 所以 file.get original file name last index of 然后这里边写谁 写这个点 ok 这样我们就截出来了这个上传的文件的扩展名了 然后呢 扩展名有了 那我们再给它生成一个唯一的名字就行了 是吧 所以最后这个文件名 咱们就是 咱们用uuid生成 uuid.什么 ruid 随机的 然后 然后就是我们用它生成文件的名字 再加上文件的扩展名 file sertix ok 这就是文件在服务器端 这个存放时的名字 路径有了 路径有了 名字有了 是吧 接下来就可以什么了 接下来就可以实现上传了 怎么上传呢 我们要上传的是它 对吧 要上传的是它 file.什么 trans to transfer to 然后是谁 是不是得有路径啊 路径咱们是什么 是这个路径 是吧 或者说咱们在这 先给它封装一下 是吧 叫 叫file是吧 newfile 指明这个文件存放的路径 是吧 存放的路径 它代表的就是 它的绝对路径 是吧 然后呢 咱们后边加个斜更 再加上谁 再加上它的 全名 这是它的全名吧 也就是file name 对吧 有路径了 有名称了 把路径和名称 拼接在一起 封装成一个file对象 然后怎么样 调用transfer to 这个方法 files 然后 对吧 调用transfer to 直接就实现上传了 好的 那如果说 这个发生异常了 我们显示上传失败 如果说没有发生异常 我们最后返回上传 成功 OK 所以说我们要加上这个什么 response body 行 这就是实现上传 那接下来 我们要实现上传 首先要干什么 要访问这个页面 对吧 访问这个页面 而这个页面 你怎么着 是不能直接访问的 对吧 因为它在这个classpass下 template下 那怎么办呢 我们在这个 再写一个controller 通过这个controller 咱们跳转到 那个页面 咱们叫 to up load 吧 resquest quest mapping 咱们叫什么呢 叫 起个名 比如说叫index 咱们这个最终 是为了转向 这个页面的 所以说不要加 response body 这写谁 这写这个文件的 名字 upload 这个simileaf 这个模板 是吧 它默认就是去 timeplace下去找 去找这个 扩展名 是html的 所以说我们 要想 访问这个页面 我们通过 这个controller 访问这个controller 然后它就 找到了 这个html页面 这个html页面呢 又提交到 这个controller upload 那咱们刚才 写的这个controller 的反弯路径 好的 就是upload 好 那下面咱们看一下 能不能实验上转 当然了 最后别忘了 进行包的扫描 在这个启动类当中 需要进行扫描 call 点什么 前锋 这个controller 这个包 好了 下面咱们启动一下 这个controller 咱们访问谁 应该访问这个controller 是吧 因为我们要先 显示出来页面 在页面上 选择上传的文件 所以说我们的请求路径 应该是这个什么 index socohost 那这个是吧 这就是那个html页面 然后咱们选择 要上传的文件 比如说啊 我选一个图片吧 这个打开 然后点击上传 来显示上传成功 那咱们看一下 服务器端有没有这个文件 对吧 刷新一下 refresh 来大家看 webAPP 是不是生成一个 upload的文件夹 upload的下边 是吧 这个有一个上传的文件 这个文件的名字 是怎么的 是用UUID生成的 好的 这个就是在 Spring Boot当中 如何实现文件的上传 这一讲 咱们就讲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